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服饰制造商警告称 被消除过剩库存的大幅降价再继续 其利润率面临压力 奈克还表示 由于运动鞋需求强劲 市场份额增长从中受益 主导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英伟达表示 已将其旗舰产品修改为可合法出口到中国的版本 这款名为H800的新芯片 是基于英伟达新型高级芯片H100研发的 正在被诸如阿里巴巴 百度和腾讯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的云计算部门所使用 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首席财务官宣布 公司非常有信心 实现今年电动汽车销量翻翻至25万辆的目标 在推出新款SUV和两款轿车后 未来公司在2022年售出12万2486辆汽车 同比增长34% 由于去年的销售受到了中国新冠防疫措施的限制 此增长率并未达到公司原本的目标 而现在那些防疫措施已被取消 汇立资本团队祝您健康快乐